好,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操作的部分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操作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Feel World開始好了 所以你觸控 Feel World這一台是有 Feel World Feel World這一台是有觸控螢幕的 那如果你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操作這些螢幕的部分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操作這些螢幕的部分 那其中只有我們的這個Best P5是沒有觸控螢幕 其他三款螢幕都是有觸控螢幕 那我們接著 那觸控螢幕其實是 那觸控螢幕其實是 非常非常方便的 就是如果你要放大或是做調整 都非常非常 沒有了 那如果觸控螢幕 觸控螢幕其實操作都非常非常快速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是非常非常的 那Feel World這一款操作 那Feel World這一款螢幕的觸控螢幕操作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直覺 像是快捷鍵啊 然後你左邊右邊都有快速的調整東西 那點兩下就是進入選單 那Ju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操作起來非常直覺 像是下面有這種快速的選單 那你雙點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直覺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操作起來是非常直覺的 那Feel World這一款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是非常直覺 也非常簡單的使用 像是下面有快速的選單 那你左邊右邊都可以調整不同的東西 那你雙點就可以進入我們的選單 那如果你不想要用觸控螢幕的話 你可以用觸控螢幕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鎖定我們的觸控螢幕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觸控來操作 你可以完全藉著這個滾輪 跟下壓式這個滾輪 來操作所有選單的設定 所以如果你的觸控螢幕 有問題啊 或者是你真的不想要觸控螢幕 或者是你手髒髒之類的 你可以全部都用上面這個滾輪 來操作任何的選單跟功能 是任何的選單 是在這一個位置 在第二位置 是任何方式? 是任何方式? 有任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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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方式? 沒有,我會離開 接著神牛這款觸控螢幕也是一樣 接著這款神牛的觸控螢幕 我覺得它 接著這款神牛的觸控螢幕 它一樣也可以快速叫出東西 雙點也是進入我們的選單 如果你不想要觸控螢幕 因為它有的時候 雙點的辨識有點問題 就是它選單不想要跳出來 那一樣 你也有一個滾輪 但是我們的滾輪是 神牛的這一款觸控螢幕 神牛的這一款觸控螢幕 它也是一樣 神牛的這一款觸控螢幕 它也是一樣 下面有一個可以快速叫出你的波形的工具 雙點一樣 叫出你的選單 那你如果不想要用觸控螢幕來操作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電源鍵把螢幕鎖起來 一樣我們有一個滾輪跟下壓式的滾輪 還有上一步 就可以來操作所有的功能跟設定選單 那神牛的這一款觸控螢幕呢 那神牛這款觸控螢幕呢 它 它也是可以用 神牛的这款萤幕呢 神牛这款的触 神牛这个萤幕的触控功能呢 它也是可以快速叫出一些东西 双点也是可以进入我们的选单 如果不想要触控 就是你可以手脏脏或是怎样 你可以按电源键把萤幕锁起来 你一样可以用这个小小的滚轮 跟下压式这个功能 就是下压式这个滚轮 来操作你所有的选单设定跟功能 神牛这款萤幕的触控也有一些快速的可以叫出你的波形 然后快速隐藏 然后双点可以叫出我们的选单 如果不想要用你的触控萤幕 你也可以按电源键把你的萤幕锁定 神牛这一款触控 神牛这一款的触控功能 神牛这一款的触控功能 它也可以快速叫出一些波形跟隐藏波形 双点也是叫出我们的选单 就可以进行你的设定 如果你的手脏 或者是你想要 不想要用你的触控萤幕 因为它有的时候就是 双点的辨识 像是这样双点辨识它辨识不出来 就是很难叫出 就是触控不灵敏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点两下它不想要理我 那个选单不想要跳出来 你全部都可以按这个 电源键把这个触控锁起来 神牛这一款触控萤幕 它也是一样可以上拉 然后下拉 快速叫出一些波形 然后双点可以叫出我们的选单 但是它的触控双点 我觉得它有点不太灵敏 有的时候叫得出来 有的时候又叫不出来 你看现在它又收不回去了 就是它双点这个 你看 有点不太灵敏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用触控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 但是 它就有一个触控锁 神 神牛这一款 神牛这一款荧幕的触控功能 也有一些 像是上拉 然后下拉 可以快速 隐藏 开启 试波器 双点可以快速叫出荧幕 但是有的时候 双点它的触控 像是现在 就是它不太灵敏 就有的时候叫得出来 又有的时候叫不出来 像现在就整个卡住了 如果你不想要用触控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电源钮 按下去 它就有一个触控锁 那所有的操作都可以用这个滚轮 按下去这个滚轮 操作 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操作 就不需要依赖触控萤幕 扩扩扩空的